好同學 我們現在會講一講2024至2025的UT MC第17題 亦都是團份卷裏面要做事比較多的一題 現在就有一個放射源 就是PO210 PO210 即這個位置是210 它就進行一個衰變 不知道變成了什麼 加一個alpha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這裡就一定會變成206 這裡就會減了4 至於這個是什麼呢 都不需要知道 總之它就提到每一次這個衰變 其實就會放出5.31MHz的能量 如果放出來的次數越多 那你放一次就5.31MEV 放兩次就2乘5.31 那放N次就N乘5.31的MEV 那所以其實這題目它就問你了 如果現在就知道有些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它138天就是半夜半需期 那現在就進行了的時間是100天 那請問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一共是釋出多少能量 好 各位同學你可以想像就是這樣的 我們首先它一共釋出多少能量 我們可以看看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粒子都是未衰變的 那接著就過了一個半需期之後 其實同學你會看到 好 就有一半的 就是如果這裏40粒 那就會分了20 20 20粒藍色就是未衰變 20粒綠色就衰變了 那接著這個再下一個半需期的話 那就是會變了這個藍色就剩下10粒 衰變了的就是30粒 那如此類推一路是移過去 那你可以想像現在它問你的過程 就是說如果你由一開始 去到過了一段時間 那其實綠色那些就是衰變了 那你就要想一下衰變了的總共有多少粒 那就是說能量的總數 就是會等於一個X乘以5.31的MEV 那你記住這個X是什麼呢 就是以衰變的數目 是的 就是以衰變 那在DSE的公式裡面來說 是沒有公式教我們計算以衰變的 那我們就需要把它想成就是 一開始有多少粒粒子未衰變 就減回過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就剩下多少粒是未衰變 然後就剩下5.31了 好了 那情況就是說如果是未衰變的粒子 和時間的關係 那一直這樣掉下來 現在呢這裡就是NNOT 過了某一段時間之後 這裡就剩下N粒是未衰變 那所以總數去減 總數去減未衰變 就是衰變了 衰變了就每衰變一粒都會貨5.31的 那所以你怎樣叫做完這條數呢 你就要計一計 這個衰變計多少 那怎樣計呢 因為我們認識的公式呢 我們就跟著在旁邊處理數學 因為N除NLOT 我們是會計的 就是二分之一個小N次 那小N是什麼呢 就是半需期的次週期 那這個是多少呢 就是因為現在半需期是138天 你佔了100天 那於是原來N就會等於大約是這個 就乘回0.605149 那就是說N其實是等於0.605乘以N左右 那就是說未衰變的佔 這個是未衰變 跟著已衰變的呢 其實就是1-0.605乘以N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個X了 就是我們剛才很重要 這個位置要計個X出來 這個位置就是X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X寫回來這裡 那就是1-0.605 就是0.395的NLOT 再乘以5.31的MEV 那好了 已經很接近做完了了 就是如果情況就是我們要計一計 NLOT 一開始是有 就是說Number of 一開始未衰變的粒子的數目 一開始就未衰變的粒子 那怎樣可以知道呢 那它就給了一些很奇怪的資料給我們的 它就給了就是說 它是有1KG的原料 而這1KG裡面呢 它就每一個的PO210 是佔210U 那你發覺這個1KG 和這個210U 根本不是同一個單位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困難度的 所以我們呢 我們又在這裡計一計 那個NLOT應該怎樣計呢 就是用回1KG 就除回1.661乘10的-27 那就是說 如果因為1U 就是等於1.661乘10的-27 那就是說呢 這裡呢 就計出了 這裡 這裡 其實就計出了 其實這一KG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U 那如果你總共有多少個U之後 就將它除回210的U 就叫做一粒粒子 那你就總共就知道那個NLOT 這個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有多少粒粒子 那於是同學 這裡我們就趁它過來 那就是0.395 接著那個NLOT 接著那個NLOT是什麼呢 就是1除以1.661乘10的-27 這裏呢 就計出多少個U 接著每210的U 就是這裏就計出多少個U 這裏210的U 就為之一粒粒子 那於是這裏呢 其實就是NLOT的Molecule 接著就照得上高 就是5.31的MEV 那抄完這些之後呢 就會計出的答案就是6.01左右 然後呢 就乘以10的24的MEV 那這個答案呢 於是呢 就是A了 那同學 當時可能剛才有些困難的呢 就是這條的重點是 他問在這個過程裏面 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總共釋出了多少能量 那你要計一計 在這個過程裏面 由0秒去到那個特備的時間 總共有多少粒粒子耳衰變 而計出耳衰變粒子的數目呢 是用一開始有多少粒粒子耳衰變 接著就去到時間T的時候 還有多少粒粒子耳衰變 雙減就變了2粒子耳衰變的百分比 接著這個 為何可以計到一開始有多少粒子呢 就要用回 他就只是給了一個KG 用回1KG除1.66乘衰變成的 每27就變成了多少個U 接著每210U就叫做一粒粒子 於是這裡呢 我們就會計到總共有多少粒粒子 將它乘回10就可以計到啦 就算是一粒子耳衰變成的 就算是一粒子耳衰變成的